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蒋世金叶玉峰 我们本节课呢,来探讨CIA加常见问题当中的static数据成员 说到这个static数据成员呢,它也就是静态存储的数据成员 CIA加呢,允许使用static来修饰数据成员 它呢,可以说的是我们的静态存储 静态存储的数据成员,这样的成员呢,在编译的时候呢 就被创建并处数化了 它是在编译时就被创建和处数化 与它相比呢,对象,就是类的对象呢 它是在运行的时候呢,被创建的 而且呢,我们的static数据成员的实例呢,只有一个 被所有该类的对象共享 就像是什么呢,住在同一个宿舍里面的同学 共享一个房间号一样 静态数据成员和静态变量一样 在程序执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程序,我们这个成员已经存在 一直到程序结束 任何对象呢,都可以对它呢,来进行访问 下面呢,我们就来通过代码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static数据成员的用法 以及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图元件的使用 include iostream 然后呢,是引用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首先 来定义一个类 class 关键字,然后呢,是类名 computer 我们是一个电脑的类 然后在类当中呢,我们 需要包含static静态 成员 静态数据成员 当然首先呢,我们用private来进行修设它们 私有的数据成员 首先第一个呢,为float float型的变量press press 就是我们的价格 就是电脑的价格 它呢,是float型的数据成员press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static数据成员 static float totalpress totalpress ok 它呢,是什么呢 是static 成员 表示总价格 totalpress 它不依附于 某一个对象 它也是独立存在的 这就是 static 数据成员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定义几个 public的成员变量 成员函数 public 首先呢,我们来看构造函数 computer const flot p 也就是它的press 来数字化我们的成员变量 press 等于p 然后呢 totalpress totalpress pric 好的 这是吸钩函数 就是模拟退还电脑的操作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print函数 void print 是输出 是输出 输出函数 输出我们的电脑的总价 cant什么呢 总价 是多少 是我们的totalpress ok 然后呢 是换行 andl 这是laid的定义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laid 它在mine函数当中的使用 因为我们这个laid当中呢 包含了一个静态的数据成员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computer的对象 computer类的对象什么呢 computer1 当然我们给它出出化为 7000 出出化为7000 就是电脑单价呢 为7000 买入电脑1 然后呢 我们就cant 购买 电脑1 后 andl computer1.print 就是来输出 我们的computer1的这个总价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定义一个computer2 computer comp2 它呢为比如说为4999 它呢是这个买入电脑2 嗯 就是买入第二个电脑 我们就这个cout 什么呢 买入 购买 电脑2后 然后呢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总价呢 输出出来 用这个computer2的print computer2的print函数 来输出他的这个总价 输出他的总价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再来买入电脑3 computer 定着comp3 它的价钱呢 我们设为2500 2500 好的 当然我们跟前面一样 这个cout什么呢 购买 购买 电脑3后 调用我们的comp3.print函数 来输出 它的这个总价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调用这个comp1的print comp2的print 以及我们comp3的print 来输出我们的这个结果 然后呢我们再来 呃 输出 比如说我们先来 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comp1的这个 comp3的这个输出 一会我们再给大家换 接下来呢我们来 退掉comp2 2 退掉 电脑2 我们呢 叫comp2 点 调用它的吸钩函数 吸钩函数 我们就这个cout什么呢 退掉 退掉 电脑2后 andl 我们就输出这个 comp2.print ok 接下来呢我们来呃 编译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看一下这个结果 根据结果呢我们再来解释 好的编译成功编译成功之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有问题 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rinter 是一个这个无法解析的问符号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静态成员变量呢 没有给大家初始化 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在引用它之前呢在我们主函数外面 来进行初始化 flots computer 然后呢 初始化它的tutupress 初始化为0 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我们 呃考生呢 呃 在考试的时候呢 经常要犯的一个错误 也就是说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utupress呢 它的声明呢 是在类里面声明为这个static数据成员的 它的初始化呢 必须在类的外面进行初始化 首先呢是它的 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个static来修设了 呃只能用它的这个 呃变量类型 flots 然后呢是类名 呃刷冒号 来演出tutupress 就是静态成员 静态数据成员 然后呢给它进行这个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继续再来呃这个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成这个解决方案 ok 这次呢就会生成成功 成功之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 看一下 购买电脑以后的 呃总价呢为7000 购买电脑2之后呢 总价呢为多少呢 为119,000 11999 就是7000 加上我们电脑2的 呃价钱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购买电脑3之后呢 我们为14,499 呃总价呢 呃退退掉电脑2之后呢 总价为呃 950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computer 比如说我们购买computer1之后 的电脑computer1 购买computer2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computer2换成 computer1 然后呢 把这个后面呢 都换成computer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哎看一下这个结果 运行一下 ok 这个是这块不能换 这是退掉电脑2的 这块不能换 这个cout 调用这个print的话呢 可以这个把它换成computer1 ok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结果呢 给我们第一次的结果呢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computer1 computer2 computer3 他们的是共享的 我们的totalpress 就是共享的我们这个static 就是static 就是static 数据成员 不管是调用我们的computer1的print 来输出我们的totalpress 还是调用我们的computer2 还是调用我们的computer2 或者是computer3的print 函数来输出totalpress 他们的结果呢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当中呢 对我们的totalpress的值 读取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本代码 在代码当中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类当中定义了一个 static static float totalpress 就是定义了我们float型的静态数据成员totalpress 这这个成员呢就是为所有的computer类的对象所共有的就刚才我们的computer1computer2computer3 我们已经很好的演示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共有性 它对应的这个内存空间呢 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开辟了 就已经被开辟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初出化的时候呢 floatcomputer2topress等于0 这条语句呢就将我们的totalpress出出化为0 这块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一定不能够在类定义的时候呢 对我们的totalpress进行出出化 事实上呢 类当中的声明语句 它是向编译器描述 应该如何为我们的书记成员分配内存 而真正分配内存的时候呢 它是由我们这个定义性声明语句 floatcompute2topress等于0来完成的 在这块呢才是对它真正的内存分配 真正的内存分配 ok 然后呢我们这一块声明的时候呢 在类当中声明的时候 它是说什么呢 向编译器描述 应该如何为我们的数据成员分配内存 像编译器描述 像编译器描述什么呢 如何如何为这个 static数据成员 来这个分配内存 ok 它是这样描述的 对于我们的这个to2press 这样的静态数据成员而言呢 应该在类声明之外 使用单独的定义性声明语句 来完成它的这个数据化 而这个语句呢 在这个语句当中 它不能够再使用这个static 关键字 好的 最快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将这个 就是静态数据成员的这个数据化 放在我们的这个类当中的话呢 就是不要放在我们的h文件里面 因为程序当中呢 可能有多个cpp 来包含我们的h文件 如果放在h文件当中的话呢 就会出现初速化的副本引发错误 类当中的任何成员函数呢 都可以访问我们类对象的静态 成员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在print函数当中呢 我们就是模拟了买入电脑这个操作 用撤销对象 显示钓用吸钩函数模拟退货的操作 并且呢 在我们的这个print函数里面呢 来输出我们的total这个 就是静态的这个数据成员 实施了计算的我们当前的总价 当然的话呢 如果将我们的静态数据成员的访问权限 更改为public的话呢 也就是说把它这个定义到我们的这个public下面 这个时候呢 外部呢就可以直接访问我们这个成员了 在外面呢 我们如果定义为他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类来进行这个访问 直接 比如说我们这块呢 可以把它屏蔽掉 把它屏蔽掉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类呢 来访问 我们的totalpress totalpress 我们就可以这直接什么呢 cout totalpress andl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直接把它这个 总价复制过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 购买购买后呢 电脑E为 这个7000 这是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的格式呢 没有给大家调解 这个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好的 我们推荐呢 用不与特定对象相联系的方式来访问静态数据成员 C++呢他提供了静态数据 静态成员函数的机制 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相关内容呢 我们在这一块呢 不涉及 因为呢他呢这个 呃 没有我们的这个静态数据成员呢 他的这个在考试当中出现的几率大 这块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静态数据成员使用cost修饰的话呢 而且呢是整数的话 呃整形的话呢 呃整形浮点形 波尔形或者是枚矩形的话呢 呃但是呢不能是类对象 那不能是类对象 呃也不能是呃我们的这个数据引用和指针 C++允许我们的这个成员在类定义的时候出处化 呃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在外部再次对这个数据成员呢 进行这个出处化了 如果它是cost的话呢 就会需要在类的里面来进行出处化 而不能够在外面对它进行出处化 好的呃这个呢呃是我们这几个关于static 就是静态存储的数据成员的呃内容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和讲解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呃客户题 细题 细题 定义 定义 定义一个学生类 包括 数据成员 为什么呢 年龄 性别 身高 成绩 以及什么呢 输出函数 其中什么呢 其中 呃我们的这成绩还有一个总成绩 总成绩 总成绩 其中 总成绩为 static 数据成员 输出函数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输出总成绩 好的 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完成我们这个作业 好的 关于我们的 呃呃 static数据成员呢 我们的这个知识点呢 就讲解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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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